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陈世凯当时对上严宽恒的时候 那时候只差一千多票 你有下去帮忙吗 很可惜两次都差一点点 然后重点是我们在造势场合 我在主持的时候你知道吗 外面你会看到黑衣人 进进出出的这样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严清标的人 因为他又没有写严清标 可是你就会有无形的压力 就是我觉得那种氛围 其实是外界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比如说当年你在帮陈世凯助选 可是对方是可能是严加的黑衣的这种背景 你就会觉得好像被监视的感觉 所以就是那种地方的无形压力 不要再讲说我们好了 我们只是去服选而已 你看当地的民众 当地的民众即便他不想要投给严宽恒 可能或者不想投给严家 我觉得还是会有邻居的那种同侪之间的压力 或邻居之间的压力 甚至因为那个乡镇小嘛 这个镇里面总共有 比如说总共有800票 这800票有多少人投出来 多少人没投出来 他们完全都清楚 那到底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老人家真的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靠年轻人 因为说实在 我们林静颖医师在我认知他的 因为他当立法委员 然后后来他其实退下立法委员 他还不断的帮医护的人员在发声 尤其在疫情这段时间 他不断的帮医界的人讲话 去争取他们的福利 然后所以呢很多的医界的朋友 护理人员都非常非常支持他 这加上说他其实可以狼挂一些中性选民 因为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是言之有误 这像他提出来的部分的论述 都会让比较接敌其言 然后民众也比较认同 所以他如果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人 下去台中去当刺客 去打这场战的话 其实我觉得坦白讲呼声非常高 而且外界也蛮抗好 而且我身边就有很多的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他们就说如果是林静颖要下去台中 跟严家来战这一场战的话 他们也愿意去当志工去帮忙呼吸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旁边已经被战了 所以为什么其实刚刚丽莹讲的就是说 不要让这些严家再付辟再回来 其实这个好像在外界有这样的共识 不要说这个就是铁板银块 完全没办法撼动 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严款银家 尤其是严清表有点急了 最近Coco姐跟他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不要绑架妈祖这件事情 让妈祖自由 对他马上就出来回应 其实如果他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他也不会觉得他有这样的行为 他根本不是出来回应 不需要出来回应 因为你选举过 如果以目前严家的态势来看 他一定要出来选 他如果没有出来选 他拱固 他都没有 对他就什么都没有 对他这一战他 难道他决定我要从此严家退出政治领域吗 没有他一定会想一个方式 所以为什么他要讲说他会冷静去思考 然后再近代 大家近代我会跟大家找适当的时候宣布 那问题是刚刚黄黄律师说 也不是严宽和 也不可能是严利敏 还有谁 我就说他媳妇有可能 媳妇真的假的 素人 素人 谁都漂亮就好 其实应该是讲说 第一个 当然我觉得 他背后的势力是不容小觑 再加上说 其实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 没有任何背景可以挖 你说刚刚他妹妹的部分 我们律师大律师就已经抓到 他之前的一些判决书了 那他媳妇有什么判决吗 他媳妇也不会有任何的污点 媳妇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录音 那长得漂漂亮亮的出来 他就真的选得上吗 当然背后还是有严家的势力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 找一个人来代替严家 做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你认为选媳妇出来 是很高的比例机会 我觉得他只能找他严家的人 不能的话就是他的身边的亲信 非常非常重要的亲信 有他有种人在吗 我觉得是有 只是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会被奇敌 只有他们可能要自己先筛选过 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骗不了人 你在地方 如果已经在地方生根很久了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同的 一些声音出来 那如果你要在台面上 尤其是明年1月选举 只有台中第2选区在选 其他台湾没有其他地方选举 所以这个地方会变成是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选区 所以相对的推出来的候选人 一定会被不同的人 做很多不同的一个检视 但是我觉得检视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靠这些年轻人的票 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还是地方的选举的压力 你说之前去复权那种黑衣人 来关心的压力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黑衣人 可能你身边很重要的朋友 也可能会给你压力 对 所以我觉得压力是非常大的 人形一定的压力 对 再像说 你说政治跟宗教本来就应该分割 可是有时候很难去分割 你说像盐清飘在正南宫这件事情 你觉得他有可能分割完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 那他原则上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也有他的装脚都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打破这个结构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困难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全国关注的话 只要能呼吁这些年轻人回乡去投票 我觉得回乡去投票这件事情 相对对我们来讲 对林静怡来讲 最重要关键是在这里 那我也在这边也要 也要拜托一下林静怡 就不要退缩 一定要往前走 身边有太多人会去支持你 我们会把这场战打得非常漂亮